向來都是中央補助地方 沒有聽過地方要幫中央蓋東西的 現在的中央行政院可能吃台中立委 吃台中立委吃夠的 中央太欺負我們現在選區的立委 太沒力了 瞧不起他們 我覺得這些立委應該要去抗議 我在這個地方一完 台中鐵路高架從豐原到大慶 我跟楊全英委員還有張啟臣委員 共同爭取全憲高架 台中市沒有出口的家庭 我們也沒有做議長 我們只有議員 我們三位委員聯合 我楊全英委員張啟臣委員 竟然可以台中鐵路高架 從張啟臣委員的選區 豐原經過譚子 楊全英委員的選區 經過我的選區 北屯北區 全憲高架 而且台中市政府 不管藍綠誰當市長 胡市長當市長 林市長當市長 台中市不要出一毛錢 中央全憲高架 中央全部買單 那我不曉得我們現在的立委 我不曉得中央太欺負我們現在選區的立委 太博賴了 瞧不起他們 我覺得這些立委應該要去抗議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一樣我們當立委 我們也沒當院長 我們就可以爭取到 三百六十億還是三百七十三億五萬 全部中央買單 現在在朝什麼 台中市要多出一點錢幫中央做 我向來都是中央補助地方 沒有聽過地方要幫中央蓋東西的 所以我為什麼要求我們 而且我們台中有力 因為鐵路高架 從豐原一直到大慶 全部完成 不要一毛錢 林市長任內 關公 藍綠都一樣 我們立委進到我們的職責 替中央去要錢 從中央要錢回地方 幫地方建設 幫地方發生 那我就覺得說 現在的中央行政院 可能吃台中立委 加台東立委很高的